那食餐的話 食食 所以適合做什麼 餐飲 然後有餐飲職業症状 類似這個樣子 好 那這個就是八字水墓使用 八字水墓使用的話 基本上如果我們看的話 它一定有它的大預期的來看 所以老師 它剛寫那個寄生是不對的 對 它不對的 那水墓的話 它是比較可惜的 比較漂亮的走在後面 有沒有 這一片都是水墓 很可惜 前面的每年也有養 現在的例子會太 很不好 對 因為它都沒有走到運來 它今年是四十歲嘛 四十歲 你看 還在這裡 它四十歲之後會比較好 接下來運走後面 所以前面很辛苦 你可以證好 前面很辛苦 因為它基本上已經是深落 深落你根本無法認財官啦 賺不到錢 然後現在就是 現在就是想換工作 但是不知道要換什麼 對啊 它是做美髮業的 我又做美髮業 它火又這麼晚 還做美髮業 我又做是財 就是美財 然後又沒走運 又做不對的行業 當然是 很辛苦的而已 對啊 第一次都是財 他 深落不認財官 對啊 他深落的話 他沒辦法等就財官啦 對啊 所以都是一堆財 它根本看得到吃不到 所以它會四十四歲以後 會比較好一些啦 這些 它真正的運走在這身上很可惜的 你看 這一柱天透地產水木 居然走到又十四歲以後 這 會停下來想夠了 然後我們再把它往翻看 五十四歲 不會啦 也會留念吧 雲四算 假成雲也不錯 但是我講的天透地產的水 所以你剛才都在後面 四十四歲以後 四十四歲以後 以後還可以 以後的話 以後的話 還好 以後有稍微化掉 所以以後的話 並不是特別好 有稍微化掉 那以來克己主 那還好 那還好 但是 你看喔 以後有稍微化 那甲己也有化 他自己本身就化 所以這種的性格不一定 因為他本命的氣有轉化 所以這種有時候會變善變 你都可以這個性格不一定 因為甲木的個性已經有化成土的現象 因為他在虛樂 土樂嘛 甲己合化也在土樂有化的現象 那以運進來 以根和 合金 但是金的氣 並不是特別好 九月嘛 已經接近那個立東了 所以金的氣已經比較弱 所以說他以根和化金 那個以木化成金大概被化掉 大概只有大概好像是三四十而已 他以木的氣還有六七十還在 沒有問題 但是這裡又刻掉了一點土土 所以說大概還又弱了一點土 所以以運進來 比現在好一倍 有五十趴的力道 不錯 那接下來我們甲 以釋加的甲成嘛對不對 甲根充甲體合化 我們說甲運法的比乙運差 接下來你看 甲運會比乙運差 甲運比乙運差 接下來成運也不好 成虛充也不好 所以一定要到 那個那個 是不是 甲 태 백신合化 那個甲運 甲馬跟甲乙inda對不對 甲馬你看到甲水被飢 甲虛肉化活也是不好 三個 被三個虛化 又無欲完全沒用 甲水 那個 接下來韌對不對 韌 乙比較弱也被化 韌多漂亮 韌很漂亮 那韌的韌是一聲韌最好的韌 韌有沒有被克 這個吉鼓克韌嘴克不足 對不對 偏克 接下來韌 吉牛來生就比捷 來生大甲木碎 韌最好 銀呢 銀雖然是甲大木喔 被三個蓄來 化成完全沒有木器啦 對不對 化祭神 所以你看一聲韌最漂亮的 現在正水運已經七八十 接下來乙運還好一點 所以他今天好過就是那個乙運 你到任運 你們兩邊沒有給啊 還挺難過我沒給 這樣做到啊 對 你看那個任運 你看幾歲啊 74到79啦 要命什麼 你看毛運毛虛全化 奎運也不好 對不對 甲也不好 又沉沖 銀呢 也全化 這兩個最好的而已 這一個又比這一個好 這個是最漂亮的結果七十幾歲 所以 拚這個吧 所以這個很可惜 這個他都一生的運可能就是這樣啊 他天安的神神 天安怎樣 天安的神神 那個偏移沒有辦法 偏移 這一個喔 這個有幫他 對啊 但這一個裡面地支沒有水啊 所以這個沒有根啊 所以這個能幫他的有限啊 真的有限啊 大運那一個任就有幫他啦 你看大運那一個任沒有被衝克啊 完全沒有 很漂亮 所以你看這任運是最漂亮的 完全沒有 成本是百分之百的 因為熱水是大船 天安的 吸的是到79 還沒受傷 經常接受就要養老啦 對不對 沒有用 所以這個就可惜啦 你看他大運走到他那邊都幾條耶 但是都沒有 毛虛 一個毛背山的虛化 毛木還有虛化 完全無虛啦 一個以背山的虛化 完全無虛啦 那甲呢 甲跟蔥甲體又化圖 對不對 那葵呢 葵水又擠土 所以葵還能強一點點 他的農骨算好 所以以木跟葵水還好 那最好的任水補好一下 他也看得好 所以這一個就算有走運 那不是年紀大就走一半 所以這樣以木跟葵水都走一半 都走50% 但是至少也算走運啦 所以我告訴你 真的 比較年紀還允許的話是以運 年紀最允許 走到葵運也比較過了 打十幾歲啦 所以以運都要把它搬 這樣 就這樣 只能這樣子 那五年而已 那五年呢 二千來五年後要打拼 但是你要知道 雖然是五年 接下來後面都是喜翁運 雖然喜翁運賣果 但是冰淇淋還是喜翁運 也會平衡 也會聽到啦 所以老年 要跟什麼 老年率不錯啦 少年率也到 所以現在女到對不對 那現在怎樣 少年率女到啦 少年率也到啦 對啊 所以現在女到啦 那因為老年都 他自己狀況不好 然後他外界也不好 就是等於內外都不好 自己狀況不好就要 外面當然不好 他現在走的是寄生運啦 所以等於關於什麼都會稍稍的影響啊 沒有運嘛 所以這個就嚇老運 嚇老運 會太平衡了啦 就這樣子 可不可以都沒有生意嗎 對 完全沒有生意 對 完全沒有生意 完全沒生意 沒法業啊 沒法業 任論沒有什麼生意 可是他弟師真的是很漂亮 猜狂 身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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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你講 身弱這三個弓不是幫他的 對不對 不是這樣 這三個弓不是幫他的 沒有用啊 所以這叫做沒有用的 所以可惜啦 他走老運 老運 沒力氣 因為他的使用左後面就是我 就說很漂亮 沒力氣氣就是這樣 所以沒力氣就好啊 什麼這樣子 所以這一種的 你說要高安嗎 你說 也沒得靠 你呼吸引人不好好嗎 三關跟正關在一起 這個正關會做的很奇怪 丁心刻 丁火刻心心在這裡問 不敢坐 這裡面火這麼旺 都是三關這麼旺 你正關比較皮皮創 是他有說皮皮創嗎 不是皮皮創啦 那一顆心皮皮創 做目的 來 夫妻 因為這是女孩子 尤其因為這麼年紀所以我讓夫妻 夫妻要是多講一些 因為恩寫到已經結婚了 夫妻都三伏育 這在古說也是再嫁的八次 他這是第二段婚姻 再嫁的八次 他第一段是在19歲的時候 所以我們在錄這個都很準的 剛剛不知道錄哪一個 我說再嫁也是一樣的 所以八次在孤幼心準確度很高 再嫁的八次 但是說實在的 他的財心 他的夫妻功 他是缺水運的 你看夫妻功居然不是喜用 對不對 夫妻功不是喜用 夫心呢也不是喜用 所以這個 夫妻功是真的意養的 口感很好 這老公沒有求 他現在 老公都沒有根心驚案 偏火 木 對啊 他這個都沒辦法 老公是跟 真空這棟有木 叫老婆再轉去 我跟你講 他這個根的 根的柴息是木 這八字裡面沒有木 等於說老公也沒辦法去躲柴 一樣 所以就這三個 國政講的一樣 所以說 今天晚上就是女公 他如果沒走一頭 心脫幹什麼 然後你看 這個三夫妮 又三官 我是覺得他跟這個老公 還很不一樣 然後他這個還會有桃花 誰桃花 他 這個女的還會有桃花 因為你看 君依宮 君依宮結婚之後 居然跑一個七薩 七薩天壽地藏 有沒有 而且這個七薩 是沒有被奪掉的 有沒有被荷花掉的 七薩做得很穩 有沒有 這個庚金有沒有被花掉 沒有 七薩做得很穩 做到這裡 這個七薩有沒有被 被荷花掉 很穩 所以天后地藏的七薩 坐在婚姻宮後面 所以這個女的還會再桃花 他一生 異性的桃花都還不錯 但是問題是 最後遇到的我感覺都不是 因為我跟你講 這個叫做桃花 比 但為什麼官薩滾雜 在女命最怕官薩滾雜 女命官薩滾雜就是裡面有外面 而且他官薩滾雜是很旺的官薩滾雜 因為金很旺的 所以這種官薩滾雜是一輩子跑不掉 尤其是在婚姻宮後面的七薩也特別旺 七薩代表外圍 特別旺 又沒有被畫到 所以一輩子桃花不斷 桃花不斷 然後製作三官 不利夫 所以外面的總比裡面 我們現在往裡面這一段的官薩滾雜 然後還三足以第二次都危險 搞不好把它第三次去了 這個的話 不行 感情絕對就是怎樣 只在乎曾經有有不在乎天堂地 後面還要再一段 而且不只一段 如果我照這樣子 七薩旺那不得了都沒有被刻畫 穩著痕 然後又帶一個紅卵在這裡 一直來 跑不掉 一直來 這個紅卵不應該住這裡的 紅卵本來是正桃花 他要配正官 你紅卵去配七薩怎麼對 可以照做怎樣 龍鳳天堂 紅卵是正桃花 剛剛沐浴賢子 天鳥那一種的 才是野桃花對不對 紅卵是正桃花 怎麼會去配七薩 紅卵如果配正官還好 配七薩 那一種的偵作怎樣 鑽鳳天堂的桃花 所以這一種的基本上 你所有已經離婚了 四九歲就結婚了 對 然後但是那邊維持不了 關心找現有沒有 關心找現 浮飲到夫妻宮 所以說很早就有桃花 關心找現 但是浮飲到夫妻宮又有斷 斷三斷 然後婚後一直有七薩 第一段婚後有七薩之間 第二段婚後又有七薩之間 接下來就不敗了 這一輩子桃花不斷 桃花不斷 那沒辦法 這一種的 有沒有 因為他先生有錢嗎 他沒辦法多財啊 所以心 上次有沒有錢 這個心 心心旁邊都沒有他的財心 他的財心是木馬 都沒有木馬 所以說他有兩種 要嘛就是沒錢 要嘛就是賺錢容易沒有 是死神沒有賺錢 老公 因為老公的 老公的財心是木馬 八字裡面沒有木馬 就是我們用老公的心再把它延伸出來 這完全沒有木馬 老公只要拿錢 他也賺不到錢 他要做木馬 他沒有 他做大十多 他的七薩這樣 他想一看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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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這個老公 現在這個老公是有努力 但是賺錢很辛苦 這兩年疫情也是撞不在造型的時候 我跟你講喔 只要走木運的時候 老公就做得到錢 老公有財心出現 但是你要做到 走木運的時候 老公就會要逃花了 就叫做木運一進來 直接被更進來客 直接被刑進來賺 直接被刑進來賺 老公就要出去 所以這跟一體兩面 我們從六星的心再把它延伸到他的那個 他的桃花 他的外顏這樣子 所以說這個 沒辦法 所以這個叫做怎樣 如果說一開始這個木運 放在失業的桃花 就讓他做犯罪桃花 就要不結婚 這樣 還要結婚就是一段 再一段 再一段 對啊 因為第一段有生孩子 這一段有生孩子 但是第一段有生孩子 但是第一段的孩子基本上是 都完全沒感覺 就是完全沒摸空 但是這一段的現在這一個 事實上是 花很多心力都有在這個小孩子 都裁這個小孩子 小孩子的工位不是洗用 小孩子的工位不是洗用 小孩子對他是沒有幫助的 小孩子的心 你的嘛 食傷 小孩子的工位不是洗用 他也不是洗用 所以你說花在人的話 以後也是無緣 你說小孩子也不會孝順他 就是洗用 對他沒有幫助的 因為洗用是水木嘛 洗用是水木嘛 工位有 工位是不是水木 不是 心 小孩子是食傷啊 對啊 食傷是想他的孩子 對啊 所以說也不是洗用 也是無緣 所以這段生兩個 沒跟老伯 你看他會很容易 我看他會很容易 現在你怎麼自己要融合 有在接力 是不會融合 因為異不大 應該是年紀跟異不大 所以你看他跟小孩子有無緣分啊 你說是 前面那小孩子是對阿嗎 對 對阿你看就比較跟他無緣分啊 因為 我剛才講嘛 我是洗用 你知道嗎 他就沒有印象 就是說前面那一個 因為確實他們就完全是 就是 他整個是裸 第一段是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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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那個 他的第一段是生一個女兒 他那女兒跟他無緣啊 因為不是洗用啊 而且那個女兒 我最近才知道 那個女兒是 同性戀 就是扮演男生 就同性戀 那個同性戀 那個先不管 就是說那個女兒 因為他這個子女性 不是洗用無緣 是確定的 對 現在的老公生了 現在的老公還在一起 所以子女在一起 對 那一個也是跟他無緣 你說現在這個 現在這個 生了生了 現在生了 你說用很多培養他 培養他 他不見得以後就是 一定會對妳好 跟妳有緣 兩回事 也是無緣 也是兩回事 對兩回事 無緣就是可能就是 聚少離多這種沒算 聚少離多這個都算啊 因為他不是洗用啊 而且 兒子跟女兒 都非常沒有幫助 他有什麼不洗用 你對他好 可是他又不覺得妳對他 對也有可能這樣子 對 所以你看公衛不是洗用 心也不是洗用 剛剛有一個那個是公衛 公衛是洗用 公衛是洗用 心不是洗用 至少兒子又會幫他 這個是洗用 公衛都不是洗用 心也不是洗用 他也不該來 更差 這叫子女性 老師 這可以看先生的職業嗎 蛤 可以看他老師的職業嗎 老公的職業以薪金來看 薪金來看 老公的條件也以薪金來看 薪金的職業 直接就這樣子看 我們如果以他的八字來看是最準的 但是如果沒有他的八字我們來看 老公的職業以薪金來看 薪金的行業可能會比較優先 你不能用正關來看 因為老公沒有是正關 是以他的語氣來看 他就是做保險一樣嗎 金融保險 汽車 汽車 他老公現在正業是開那個 那種燒烤的那種參與業 然後副業是二手車 二手車可以 但是目前副業好像也做了大概 我跟你講喔 所以是他不會做 疫情這段期間二手車的生意 每一間比一間好對不對 疫情這段期間二手車一間比一間好 我有幾個客戶賺二手車的 你知道嗎 他一個疫情期間 他賺多少賺兩億多 他整個 就是從2019年 2020年到現在不到兩年 疫情這段期間兩年賺兩億多 他只有坐二手車 他做什麼呢 電話call out 的二手車 假如他人有幾個下線 他放出地點那些主管 趕你回二手車 他該不會再生意